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我这蹲点来了吧 这么一会儿你看了多少次了 你找谁呢 我看看你的员工有没有我认识的 拉倒了 这是没你认识的 你认识就这么一个 早听过你来了 是不是一大早就扎到董思佳办公室 谈什么谈这么久啊 谈合并没谈什么 你看你的样子 他就是没给你好果子吃 怎么样 思佳姐是不是狮子大开口了 这口开得确实不小 张嘴就想各占百分之五十 但是非那么大劲搅合进来 不就是为了多分点好处吗 我有心理准备再谈呗 真黑啊 他也不怕谈崩了 怎么可能谈崩呢 之前做出一副拼尽全力 绝不妥协的姿态 不就是为了谈判的时候多一点筹码 卖个好价钱吗 这个道理我懂 董思佳也懂 恐怕 吃又终于不懂 喝点什么呀 随便 有人来去了 我去搜调研啊 你老公来了 什么情况 我老公来了 在哪儿呢 来找我啊 找董总啊 你不知道啊 找董总 找董总干嘛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啊 哎 这俩人打了这么久 怎么忽然开始和谈来了 走了吗 没呢我刚看见去后准办公室了 哎 你真不知道啊 你真不知道啊 透露点什么消息呗 没有 真没有 我连她来我也不知道 我一看活去 你老婆那工作也就在董总家办公室能跑到那里 是吗 你没注意 没注意 跑我这蹲点儿来了吧 这么一会儿你看了多少次了 你找谁呢 我看看你的员工有没有我认识的 拉倒了 这是没你认识的 你认识就这么一个 可太逗了你们俩 可假离婚闹到最后怎么这叫谈恋爱啊 谁说假离婚了 真离啊 你离 你现在跟她说离 我马上把律师找了签字 反正律师都给解雇了 你演给谁看呢 我经过这段时间我发现啊 我之前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太好 发现了啊 我都觉得不好 你凭什么觉得不好啊 就从你们搬新家开始 那小黑屋 他想要你就给他喽 他想找什么样的保姆你就让他找啊 他想上班你就让他上呗 那他争什么呀 争到最后 哪件事是按着你的意愿发展的 那是你的人 那 那个 这脚上就 恭喜啊 恭喜 恭喜什么 我听说你那个项目过了 要不晚上我订个餐厅 咱们出去庆祝一下 盛总 董董叫你了 那你先忙 一会儿微信 拜拜